你知道男人到了60岁 为什么还想找一个女人共度余生吗 原因呢有三个 第一呢 长夜慢慢的凄苦 也需要有人一起分担 一个人行走 往往太过孤独 也太过压抑 第二 出于生活的需要 一个家庭是离不开女人的 很多男人呢 其实到了五六十岁 还想找女人 这原因啊 就在于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 离婚之后 自己又很难打点一切 所以呢 找女人也是人之常情了 三 爱是个人的权利 黄昏恋呢 同样是值得祝福的 有人想在自己老些的时候 找一个真心待自己的人 有人想在自己孤独的时候 能够有人陪 能有人和自己交谈些许 这也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一种魅集吧 藏地智者西阿荣 博刊部啊 在一部书中说 放下自己的念想 把物质世界通通去除 把自己的身体念想通通放下 放下的 也是执念 这时便能看到 未曾看到的一状态 这便是修行